我個人認為勝負關鍵在張建敏的一個右外野的 傳奔蕾把陳鋒敏廁殺在奔蕾之前 那個是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至於Lanning為什麼要輸球是輸在自己 太多的機會來到德典圈 甚至於一出局在三壘 沒有人出局在三壘 這種分數都打不下來 所以這種基本動作必須再努力 否則的話今天的比賽當中 得個四、五分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並沒有做到 所以最後反而是以2比1輸球 所以投手的比賽 投手戰的話 那有些戰術的執行很明顯的 這個新龍牛隊徐盛平總教練是略勝一球 那個打跑戰術行程一山雷有人 然後搶下第二分都是很關鍵的 是 那張比賽新龍牛隊贏球之後 變成了目前三強鼎立 三支球隊 Lamir同一跟新龍勝率都一模一樣 都是五乘六七的勝率並列第一 而且沒有場差,並列第一 三支球隊並列第一 好,現在我們要訪問的是 我這個…馬蹄茲 185公分、120公斤的馬蹄茲 馬蹄茲,Amigo 好,我們現在透過新龍牛隊的翻譯 你好,翻譯是… 齊鳴 齊鳴 謝謝,我們要請齊鳴幫我們問一下馬蹄茲 先問他一下,終於是拿到了來台灣的第一場勝利 他心中的感想是如何 好,很棒,很高興 是,那他覺得他今天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邊 他今天投出了有八次的三陣 就是能夠解決,尼熊隊特別是忠心打者的部分 他覺得他能夠解決對方忠心打者的情況在哪邊 關鍵在哪裡 今天你有八次的勝利 你覺得如何在今天的勝利 很好,我每天都在工作 我每天都在工作工作 我覺得很棒 主要成功關鍵是每一天 就是賽前每一天都有做充足的準備 那要問一下馬蹄茲的事 他在比賽,他出來先發 隊友的火力資源都不是很多 面對這種狀況,攻下的分數很少 面對這種狀況,他身為一個投手 要抱著甚麼心態來面對…繼續投球 在前三個遊戲中,我們可以有很多球 你如何面對這種狀況 他們都一樣,他們是同一個打球 我第一次嘗試,讓他們贏 我的隊伍贏了 這不是不同的,是同一個遊戲 其實Maitle說沒有太大差別 他盡自己的本分,把球投進好球袋 然後幫助球隊贏球 那我要再問一下馬蹄茲 他上一場比賽被強棋球打中屁股 那有些傷害嗎 他就說都沒問題了 沒有太大問題 我們來檢查燃燃燃燃燃燃燃 你還會覺得痛嗎 沒有,不覺得痛 我現在已經康復了,不會痛 好,那我們也謝謝 請民幫我們採訪了馬蹄茲 也恭喜馬蹄茲拿到了你的P 謝謝你們 恭喜 謝謝… 好,其實我們應該繼續留在新农牛隊 結束了今天的比賽之後 明天5月15號,禮拜五 中華聚棒是兩地開打了 在陳慶湖球場 兄弟相對要殺過來了 和Laniu熊隊進行三連戰的第一戰 明天的先發投手 兄弟相對是小林亮寬 而至於Laniu熊隊則是許文英雄 至於新农牛隊要拉到台北 新莊,台北縣新莊棒球場 和統一師隊交手 林克鮮先發對上米奇 明天晚上到6點30分 不要錯過了我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我們今晚在陳慶湖球場的轉播 到前面要完全地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謝謝球評中教練 謝謝 也非常感謝球評觀眾的收看 我是徐戰元,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周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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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